那個聲音呢就是金剛音樂的叫聲 非常的用力 超用力的 然後非常的 吵 我只能這樣說 你聽聽 好好的讓大家聽一下 那 好啦 我找了一張圖 還原當時Kopan最繁華的模樣 現在我們繼續來看神秘的Kopan遺跡吧 欸你們是不是開始有疑問 那個帳篷裡面是什麼 它怎麼這麼高 它怎麼這麼大 那 為了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們去看一下那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呢 那其實帳篷裡面的東西叫做神聖文字階梯 它非常的壯觀 21公尺高 那它上面記錄了 整個在這邊Kopan以及文明的一個 然後還有一些浮雕 總共超過2500塊石頭堆疊而成的一個 象形文字階梯 在63層階梯上 刻有2200個瑪雅文字 成為解讀瑪雅文字的重要線索 也是Kopan王國的興衰史 很可惜的是 象形文字階梯起初修復時 不只有前後順序 只把石塊整齊的排好 以至於內容錯亂 因為有象形文字階梯 大大幫助考古學家解讀象形文字 這圖則是模擬當初的模樣 那其實注意看那些雕刻啊 你可以在上面發現很多動物 可以看到後面 這個國王呢 他的頭上呢 就有一個嘴巴張開的鱷魚 有看到嗎 獵豹 鱷魚 蝙蝠 猴子 你都可以在浮雕上發現他們的蹤跡 因為他們都是神啊 Kopan以及最著名的浮雕雕刻 展現了古典亞馬人的優雅 還有準確的觀察力 好啦 那這邊上面呢 就是位置 看到這個呢叫做獵豹廣場 它也叫做東廣場 那這邊是國王啊 還有貴族們進行政務儀式 或是慶祝儀式的時候 都在這個廣場 那它旁邊還有一個西廣場 讓我們下去來看一下 西廣場有什麼特別的 小的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西廣場 那西廣場有一塊 非常知名的浮雕 為什麼它非常知名呢 因為它上面有這邊 曾經統治 這個Kopan這邊的 十六位國王的名字 還有他們長的樣子 都在這塊石碑上面 我們來好好的看一下 十六嘛 四成四 剛好每一面都四位國王 十六位國王依序排開 雖然我分不出誰是誰 但專家相信 這塊石碑的存在 是最後一任國王 為了強調自身所擁有的王權正統性 而特意安排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四六號神殿下面有一個門 那其實這邊是有一個地下守衛城可以下去的 但是呢 要15塊美金 加上今天好像沒有開放 所以就沒辦法下去了 很可惜 我相信你們一定有一個疑問 Konduras的Kopan遺跡 跟瓦地馬拉的迪卡爾遺跡 有沒有關係呢 我跟你說齁 他們大概是同一個時期 他們繁榮的時候呢 就是差不多是在西元七百多年 那我跟你說 在這邊挖出來的一些考古遺跡呢 證明了當時兩個城邦 他們有熱烈的一個交流的活動 在這邊可以發現那個Ticard的徽章 就知道其實在當時兩個城邦 雖然可能彼此對立 但是他們也是彼此交流的一個證明 所以他們還是有關係的 西元九世紀 Kopan如同其他古典時期的瑪雅城邦一樣 突然衰弱 並被徹底遺棄在叢林之中 原因為何誰也不知道 但現在這些浮雕品 卻碰上了新的麻煩 好那我們繞回來講一下金剛鸚鵡 其實在很多瑪雅的雕刻上面都會有金剛鸚鵡 像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金剛鸚鵡呢 因為瑪雅人把金剛鸚鵡 視為神明的一種 對所以他把它視為高高在上的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不管是頭飾或是雕刻蝠雕 那些都有金剛鸚鵡的存在 那因為現在剛好是他們的吃飯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金剛鸚鵡這麼漂亮 現在才知道那個顏色真的是 沒有親眼看過 不知道鸚鵡的顏色能漂亮成這樣 五彩金剛鸚鵡是體型最大的一種鸚鵡 也是最長壽的 少說五十年起跳 為什麼這麼漂亮的金剛鸚鵡 會對KOPI遺跡造成傷害呢 這是因為他們強而有力的會 我剛剛又查了一下 那除了他們把侍奉那個金剛鸚鵡 是他們的神的一類 那還有兩個原因 那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他們會用金剛鸚鵡的羽毛 去裝飾他們的頭飾 那是只有國王或貴族才可以這樣子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 其實金剛鸚鵡在他們 瑪雅人的心目中 也是代表著太陽神的地位一般 所以他們才會這麼重視金剛鸚鵡 鸚鵡很喜歡啃咬石雕和建築 可以直接啃下岩石 不少瑪雅基上都出現 鸚鵡肯壞的痕跡 只能說 有意好 沒良好了 這個顏色真的美得很不可學 那個聲音呢 就是金剛鸚鵡的叫聲 非常的用力 超用力的 然後非常的 吵 我只能這樣說 你們是不是 好好的讓人家聽一下 那 好啦 那其實我在這邊 兩個多小時 把整個課攀 以及看了一下 好值得啦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古文明的話 可以 十分票十五塊美金 我覺得很划算啦 而且他又在市中心旁邊 走路就可以到了 推推 好啦 那我要離開這裡啦 要跟金剛鵡 還有馬雅基說再接啦 那柯潘這邊 洪多拉斯就是最 南端了 所以再往 尼加拉關那邊就沒有啦 好啦 那我要跟馬雅基說 拜拜啦 如果有玩世紀帝國二的人 來了一定會很有共鳴啦 糟了 是世界奇觀 好啦早安 現在早上五點半 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了 昨天四點起來 搭車七個小時 今天呢 五點半 起來 搭車要搭 九個小時 要先去 然後再去 在那邊轉車 轉車轉到那個叫首都 總共九個小時 跑不掉 今天一整天就是移動日啊 剛查了一下票價 大概是140塊當地幣 140塊當地幣的話 乘以1.2 大概160多塊 在泰幣啊 然後打4個小時 OK啦 划算划算 好啦 那打車囉 要把Gopro收起來了 不錯不錯 這個巴士有冷氣 小販也是一定有的啦 San Pedro蘇拉 大家可能不熟 但這是洪都拉斯第二大城 它也是世界上謀殺率第一 犯罪率第二的城市喔 所以我直接掠過 趕往首都 下午3點半 我總算抵達 宏都拉斯首都啦 好啦 經過九個小時兩趟公車 我現在已經到了 宏都拉首都 德古西賈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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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邊有個地圖 我們今天一路是從這邊 Kopan 然後先到 San Pedro蘇拉 在這裡 再從San Pedro蘇拉呢 一路下到這裡 OK 那我今天住的這個 新年旅社 16人房 我好久沒有住到這麼大的了 那 我的同伴們都不在 那這邊一個晚上 超便宜 200塊台幣有找 我在那邊 至少會待兩三個晚上 嗯 好好的看一下這個首都 德古西賈巴 還有宏都拉斯 這算是 不好啦 因為 大家都這樣說嘛 但是我決定還是要來這邊 我有義務要告訴大家 宏都拉斯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 國家 然後德古西賈巴 到底是什麼樣的城市 那首先呢 先從我住的地方 這是我的床 11號床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環境 那其實我住的這邊呢 算是餐廳飯店區 所以治安稍微好一點 這邊很讚喔 因為這邊有露天的 Rooftop 很Chill耶 欸還不錯吧 你看200塊台幣 竟然有這種 舒服的 來介紹一下環境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 宏都拉斯 德古西賈巴的 釋榮 好啦那明天呢 我要先去 皮卡丘 皮卡丘 真的 他發音就是這樣 皮卡丘 就是山頂 然後那邊有個大概 二三十公尺高的耶穌巷 對 燒錢有點累了 所以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等一下出去吃個東西 嗯 首先要備份我的 記憶卡 好啦那我剩下的我們明天說 等一下